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下通货膨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现在去买东西真的好贵啊 我其实之前在录视频的时候 录录续续说了很多 我说我觉得现在发钱很多 导致会有通货膨胀啊什么的 其实去年年底感觉到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这段时间感觉真的是超级明显 我去超市就买日用品这些东西 还有日常食用的这些东西 我就感觉比原来多了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看法 然后我问了很多朋友 身边的朋友啊 就说有没有切身的感觉到 说现在物价比原来涨了很多 大家说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呢 所以我就做了一下研究 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事情 尽管我之前录了很多 有关通货紧缩还有通货膨胀的一些话题 但是现在呢 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出来了 也表现的比预期快了很多 那么有了真实数据之后 我觉得现在来聊一下就更有说服力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这样子呢就能帮助运行者在YouTube的算法当中脱颜而出 也不要忘记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来说这个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首先要和大家明确的是 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 有好有坏 所以说它必须有一个度 过小过大都不好 美国今年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较上年同期涨幅为2008年9月以来最大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4.2% 那这里就要说到什么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了 消费者价格指数其实就是CPI 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 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 它在给定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 度量一组代表性的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 随时间而变对的相对数 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 以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 是一个月内商品和服务零售价的变动系数 其实跟去年同期相比 很多的专家学者就说不能跟去年同期相比 因为2020年咱们经济是挺摆的 所以相对于去年有一个基数效应 这个基数效应的意思就是因为去年你的数据太低了 那么忽然显得今年特别高 或者说今年的这个特别高 只是一个战时的 所以说很多的专家学者也表示呢 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当中 这些数据呢应该稳定在联邦目标范围之内 其实咱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或者说通货膨胀的系数 基本上我们说不要超过3% 基本上在2%以内都算是很好的一个目标了 他们就表示呢 因为现在不准 所以现在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 但是咱们先不要去看这些数据啊 就说我们的切身感受 我们自己经常会去到Costco买东西 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的价格上涨 不是仅仅的感觉啊 因为我对比了之前的购物小票 确实价格上涨了 我常常购买的一些保健产品 它的价格确实涨了 而且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朋友想要买车 想要买二手车 大家知道吗 现在二手车市场涨得也是非常的厉害 另外一位朋友在前年年底 也就是2020年初的时候买了一辆二手车 结果到现在车还开了 结果呢还升值了 您说值不值 那其实有关通货膨胀的新闻 不管是上一周还是这一周 都将会成为一个亮点 因为不少的经济学家 或者说不少的投资者 他也都是要看这些数据 来进行后续的投资的 所以说股市呢 当然也是受到了影响 上周最疯狂的当然就是AMC 这支股票了 一下飙升了83% 那么本周四的时候 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会出来了 不知道那个时候出来 对于本周的股市 是不是又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那么如果说这个数据继续的攀升的话 我估计股市情况也不会特别的好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触发因素 如果说价格的上涨比预期的更热 更长久的话 美联储也有可能会提前的退出量化 宽松的一些政策 从上周到现在很多的有关 Meme这种魔音的股票 就是靠着大家鼓吹 靠着大家一起热乎劲的这种类型的股票 上涨了有多厉害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 Meme股票的这种暴涨 引发了大家对股市泡沫产生的担忧 因为所有这种类似Meme的股票 就这种被鼓吹的这些股票的高估值 都不可能太长久的持续下去 而有关Meme这种股票的狂热呢 可能只是一个方面 而引发这些股票的抛售呢 也有可能是任何的事情 一旦发生那么市场可能会回调7%到10%也说不准 所以说大家现在这段时间在投资股市的时候 也是要谨慎的选择少量的投资 如果说你还是一个学生的话 我的意思是还是一个学习当中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大量的去投入资金 因为很多人这段时间也在问我一些期权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如果说你玩股票还不到一年 最好先不要去碰这个期权吧 另外大家如果说想要开始少量的投资 也可以使用如远行者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老虎证券和微牛证券都是有一定量的免费股票赠送的 而且呢它都是有中文版的 非常适合华人使用 尽管如远行者让您用我的链接开通 咱们一起耗羊毛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少量的开始咱们一步一步的学习 那说完了以上这些咱们来说一下通货膨胀 好的方面是什么 不好的方面又能带来什么呢 通货膨胀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缓慢稳定的进行可预测的上涨的时候 这就证明当经济在扩张时 工薪阶层有更多的钱来买东西 这样也会增加需求 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当物价上涨 工资也会随之上涨 那么生活水平就提高了 所以呢通货膨胀基本上分为三种 第一种为需求拉动 就是当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超过供给时 价格就会上涨 第二点呢就是成本的推动 因为当生产成本增加的时候 价格呢也会上涨 第三个呢就是内需 当工资上涨 所以说物价就跟着上涨了 所以说由这样子的三点原因呢 大家应该可以想到 一旦政府开始印钞 就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过高会带来的坏处是什么 2009年的时候 金巴布韦印制了一张一百万亿美元的钞票 就是金巴布韦这个货币 价值约合三百元美元 所以说就产生了一下子剧烈的恶性的通货膨胀 使得该国的货币价格自由落体 面包的价格一度上涨到了三千亿 金巴布韦印制 而且所有的商品都一样 随着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百分之二点三一亿 所有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 所以说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要前提说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通货膨胀 这样子这么剧烈 这么恶劣的恶性的 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普通的一些通货膨胀数据过高会导致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就会停止经济的扩张 第二点就会压低工资 大家的工资就会减少 第三点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 最后引发经济衰退 什么迫使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一些激烈和冒险的行为 比如说印钞操纵利率等人为抬高工资 所以说通货膨胀的这个系数 其实如何控制它就跟走钢丝一样 那么找到一个合适的点 不但可以使国家经济有序的进行 也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那么这个点呢就是2% 一般来讲咱们所有的预期都是说要控制在2%以内 那么往大了说也有的人会说是3%以内 那么2%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因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的工资也会有提升 所以说你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和通货膨胀做的朋友 好了以上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 我关于通货膨胀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的一些想法 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下消费者价格指数 在哪里可以查看呢 美国呢有一个官网可以查看消费者价格指数 就是说您可以用1000块钱或者1万块钱来对比 过去的1000块钱相对于现在是多少钱 咱们来举个例子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用1000美金来举个例子 你看这是2000年1月 那我对应2021年1月 咱们能看一下经过了这20年来的通货膨胀 咱们2000年1月的1000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1549.66元 哇塞这个通货膨胀还是蛮厉害的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 咱们不要弄那么远 咱们就弄到2010年 这样子近十年内嘛 所以说咱们就定到2011年 近十年内 咱们重新算一下 2011年1月份的1000块钱 相当于现在1月份的1187.81美金 我把这个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通过这样子的话 大家也可以算下自己的投资回报率 你的投资回报率一定要赶上通胀 要不然的话 你的钱就是在亏本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一下哦 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